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我们看到RoboCard点开以后的话我们要设置它的工作目录 然后再浏览它的一个Project Tree 我们要找到那个对应的文件夹 当然其实你们在拿到这一套教程以后的话 会拿到在你们的train里面的话会有三个文件 是movie就是我录制的这个视频 然后再PPT还有一个RoboCard training cell 然后现在的话因为我们要进入一个modeling讲解 所以说我们等一下的一个工作目录我们设到这里面来 如果考到你盘里面的话你要放在不一定放在我这个文件夹里面 但是你如果放D盘 那你就是说D training RoboCard cell 然后这modeling training 然后现在我们进入这个工作目录 RoboCard project 然后我们就开始选中进入到工作目录 这是C盘 这是mycomputer 然后当然我们是F盘 就再双击这个再进入上一集 然后进入到F盘 然后training 然后再RoboCard training cell 再modeling模块进入到这里面 双击它进入 现在的我们的一个目录的话 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tiny RoboCard cell modeling tiny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模块 这一个是之前做的一个 这个是没有保存成功的 好现在开始我们就讲解modeling 我们切入到modeling模块的话 这里会有modeling模块 然后对应的会prototype 好现在已经进入了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直接点open 输入 输入什么呢 exp example 第一 然后这里in cell 是在cell里面 如果是你在做项目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 在项目里面去建一个文件或者这样 但是我们这边是没有建项目 没有建项目 单独的是modeling讲解 我们就单独打开 然后统一 unload 这个不要管它 好进入 我们建了一个文件以后 在protype里面 我们看到到exp01 插入 exp01 modeling 单独打开 不是模式 是单独打开的 OK 现在我们再讲解 这是一个通用工具 在pc里面也会有对这个命令的一些介绍 通用命令 我们把它拉到这边来 好 现在开始 我们建 建模 这是一个3D建模 这是曲线建模 这是画点和线 计算机可能有点慢 3Dschedule 3Dschedule 现在我们进入这证明了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建模 当面我们画一个圆柱 这里画 正方形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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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矩形拉伸的 然后这是一个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输入尺寸 它的直径 直径 我们代表输入50 回车到下一集 或者我们不用不点回车 用这个点 鼠标点也一样是可以的 然后高度 我们是100 frame 这个效应呢 如果你不选的话也可以 它会默认在这一个四级坐标系的圆点 现在我们frame的话我们选一下 选择这里 我们键 键出来一个圆锥 当然是很小 因为我们这个图放得太大 就键出来了 如果是说我们frame不是选择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可以选择其他地方 我们再重新选一下 再可以继续键 这键出来了 这是我们随便点的一个地方 你键的 然后是键圆锥的 然后我们如果说键 锯形的话 这个是tope diamond 这个是在上面的一个尺寸 它是一个渐变的一个 应该类似于一个t形 好我们可以输入 咱们是在这里我们是50 base diamond 这一个我们咱们是100 在高度输入200 frame 我们就不要选择这里了 因为不然大家看不到 我们选择其他地方 好再同意 键出来的一个是一个 从这边看就像是一个t形 它是一个圆锥 圆锥形的一个东西 我们刚刚是这个命令 圆锥命令 如果说我们这里选择0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圆锥了 如果说我们这里输入是0 再选择这个地方 一直键 它就是弯的一个圆锥了 好接下来就是说 这些命令的话 这选择的话 都可以根据软件去实际操作一下 加深印象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可能 因为往往我们在建模的时候 不会建一个很有规则的一个图形 如果说我们建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图形 或是修改一把寒墙或是怎样 我们建一个放样的一个曲线 就是沿着一条放样轨迹 做一个不同直径的一个圆柱体 我们选择2D炒绘 我们在xy平面 在我们画图里面 都必须要在xy平面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选择 这是一个放样的曲线 根据我们点的放样曲线 它是一个曲线了 这样我们画出来了 好我们再进行一个放样 3D放样 归的是一个 沿着某一条线 沿着这条线 在起始的尺寸 起始直径 代表我们是50 最终尺寸 在这里 当然我们是100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到底一个尺寸了 一个形状 同意 好这样出来了 这是50 这是100 我们把底板 底板的一个floor的一个隐藏 这可以看出来了 这是我们刚刚沿着一条 扫列曲线做成一个图形 还有如果是说我们要不是建这个模型 如果是我们建一个不同的 不同的截面的一个圆柱体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用多点直线 我计算机配置也是很高了 但是可能是因为软件软件在其他地方 与其他软件的一个冲突 引起我这个软件处理速度有点慢 但是命令一打开以后 就一点都不慢了 好 我们现在画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图形 好 同意 这个文件 我们把它拉伸 拉伸成一个类似于一个柱体 往上拉伸 这个用什么命令呢 我们用这个命令 Save Cover 我们用这个命令可以选中它 选中一个截面 这是它的截面 然后选择一个方向 方向的话我们选择 Z方向 因为向上延伸 Z方向向上 然后长度的话 我们打变选择是200 看一下它的形状是怎样 嗯 现在我们的图形已经出来了 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图形已经出来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带了一个 大概的一个 是三维的一个 画图命令的话 大概讲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讲解 用布尔运算 还有一个曲面建立 还有一些通用工具的拷贝 镜像 等等一些命令 我们会等下做一个介绍 好 我们先把这个保存 下一节会 重新打开这个命令 我们再讲解 好 谢谢大家 大家继续练习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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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